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小剧被挂在热度上是两天了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新剧上演所以被夸了美貌呢 结果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而是被痛批的,拘禁一眼被绑架向咬化妆棉 为了跟大家好好聊这事儿呢 昨天我也认真看了小剧新剧如意芳菲里巴的这段剧情 这段剧里说的是啥呢 一个疯癖男人绑架了小剧,要把他扔进棺材里面,然后活埋 这可是要命的大事儿 但是小剧呢,只在他用熟悉的45度角继续维持着楚楚可怜的氛围 对于旁笑了十分淫荡的疯癖男丝毫无感,然后疯癖男过去给他松绑 让给他抱起来,继续不为所动 解除了身体的捧绑呢,小剧又被疯癖男抱着往棺材走了 然后他终于向之心的扭动挣扎了几下 嘴里也发出了貌似被误嘴时候的呜呜声 此时此刻我甚至有点为反派疯癖男感到着急了 他那块布再不咬紧一点可就掉了呀,你的计划就落空了 但是小剧咬得很严实哦,最后还是成功的被放进了棺材里 怎么说呢,这段剧情被吵真的是不冤枉的 因为被绑架用布团塞嘴的这个操作就像是跟闹着玩一样 但凡小剧稍微张张嘴,那块被叠得四次方框 整整齐齐的薄布,那可就掉了呀 所以呀,真的就不怪网友们嘴毒了 因为这块薄布,乍一看真的很像化妆棉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剧口红擦多了要抿掉呢 此外也有不少的网友说了,像豆腐皮 因为太好吃了,不舍得涂掉也不舍得咽下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算不上弊端的弊端吧 就是不够好看 因为被捆绑,大力挣扎,头发会乱啊 妆模用绘花啊,被塞嘴啊,嘴不隆起啊 脸型改变啊,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演员的颜值 但小剧呢,被绑架和正常剧情里边几乎没啥区别 还是很好看,很漂亮 如果忽略他嘴里边豆腐皮 然后对比一下剧里边这个悬然欲提的GULF图 大家看一下,有区别吗?没有 甚至还因为红装这个造型加持,看起来更好看了 这次小剧被潮上热搜之后呢 很多同他转型当演员开始的问题 也就被大家再次议论了 例如他半永久的妆容,造型和拍摄角度 坦白讲哦,从小剧的外形和个人风格来看 他绝对是属于古偶这个市场的 但是针对于网友们的半永久造型的评价 我也翻了一下他之前演过的几部剧 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 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的盖章 说他的妆法根本就没变过 只能说稍微的有点类似了 此外呢,粉丝们努力的在微博各大评论区里边发的妆容展示 并不能够完全说没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没那么关注小剧的路人们来说 为什么他会很容易产生他演什么都一个样的观感呢? 其实从小剧的照片里面就可以看到找到答案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小剧这张脸确实已经非常的完美,非常的鲜了 事不相瞒呢,我要是长成他这样的话 我心里愿意十年吃素,二十年也行 但不得不说的是啊,小剧的脸比较的挑角度 如果从某个不太好的角度去拍过去的话就会比较吃亏 如果不依赖造型啊,角度啊,妆容打光镜头这些客观的条件的话 动态的他偶尔会突出的全果和全功比较的明显 这可能会给他的美貌扣不少的分 他如果把这些准备啊和修饰啊都做得好好的呢? 那就是四千年一遇的绝世大美人了 没人能够否认他的好看 举例一下小剧V屋上面的照片合集吧 仔细看看呢,其实每一张自拍里边 下巴和镜头的角度都是精心地计算过的 微微地低头恶手 然后垂眼或抬头抬眼 投射出的楚楚可怜的眼神 他知道自己这样最美 事实上呢,这样也真的很美啊 此外,小剧还一直努力地营造着那种娇弱的氛围感 学以致用日以继夜长期坚持下来 这种氛围美呢,差不多已经是渗入骨髓了 最后再加上小剧演技还没有炉火纯心到巨抛脸的程度嘛 所以难免会有给不熟悉他的观众那种眼啥都一个样的感觉 他知道自己什么样是最美的 所以争取永远都用那一面来试人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怎么错 并且平静而论嘛 维持美,坚持美,保持美 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如果光是作为一个爱豆而言 一直都很美的小剧 不可谓不努力不优秀 但作为一个演员呢 他是不是努力错方向了呀 演员拍戏的第一要义 应该是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够更贴近角色 如果只考虑什么角度 什么妆容才能够展现我的美 这显然就本不倒置了 因为演员要演的是另外一个人 而不是演很多个自己 对于一些年轻演员来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好像很难理解 因为这两天呢 因为造型和美翻车的 除了小剧还有孟子义 也是个漂亮女孩啊 坦白讲的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努力的 毕竟没有人能够永远演个 今天冬季的大美女啊 什么样的美女都是会老的 而美女这一棒 永远都会被更年轻 更美的女孩们所接替 真到了美貌保持不住的那一天的话 身为演员的她们 难道不是一无所有吗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